这人这手艺 怎么样 这不如以前了呀 有道理 关琴都硬了 就这么个东西 鸽巴月也捣腾不出来 你换鸽子吗 倒是没养过 小时候玩气枪打下过来一个 让人追什么骂了老半几天 你吃饱了撑的 你没事打个子干吗呀 不是 我们好几个同学一块 他们好不容易借了一杆气枪 没得打 我现在想想也挺后悔 打责了 然后呢 然后 我那会儿上了初中 养鸽子的是个老人家 他跑不过我们 就在后面追着骂 鸽子带回去之后 有一个同学提议 把他炖了吃了 但拔毛的时候 发现上面还有好几颗机枪子弹 他就不忍心吃了嘛 就 就在那以后 再 再没打过 行行行行 别说了别说了 你这黑历史你这 还不少呢你 幸亏你是长大了 张龙虎这件事 你怎么看 您这问得也太突然了 这个案子还没结嘛 很多细节咱们都不知道 他就更不知道 盖子可是他先开的 联中银行的股票 从他开始跳水 到今天还没浮上来呢 不得有个态度啊 没错 这盖子是我开的 但货不是我惹的 我也没资格惹这个货 你这一句话 是骂翻了一船人啊 没有啊 您要是问我什么态度 我认为 这件事还是做晚了 真等到他病入膏肓那一天 就算打开盖子也没用了 我真心希望联中银行好 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更不想莫名其妙替谁 背 背黑锅 于是就这么一路都过来了 很爱这份工作的 您 您这算是一个 比较高尚的说法 那通俗易懂一点就是 我不小心打开了一个盖子 有人想把它捂住 顺便把我捂死 那这我接受不了 我只能自保 谁啊 公安机关也没说是谁啊 你们俩来的路上对口词了 没有 对 对了 陈 陈航就让我问您好 再其他什么都没说啊 你今天还没辞职啊 你想把这个效果闹多久 顶多九十天呗 最多了 九十天的效果 就会比三十天的效果好笑吗 尽快合并 这个决定是我做出来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您没想过为什么吗 你 你今天的问题有点多啊 之前呢有一个九十天的说法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朱丰山没有辞职 但是 你还想侥幸把龙阳航留下 得和龙王叔 咱们之间可没有这样的约定 你是真要把握 他能够闹九十天的效果 这话个话 当世人就不是这么想的 知道为什么了吧 你的问题我可回答了啊 但龙元之行是我的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你错了 我的 你没资格 我有资格 您需要成奸商办个 像我这样的人 去维持正常的秩序和运转 去维持银行的规则 信用 名誉 确保不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判断 或者人事问题 而随之改变 破坏规则的事太危险了 您得给我时间来证明 你想证明什么 我想证明 从我上学的时候开始 从我工作第一天开始 就默认的一个规则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 遵守规则 更不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那如果这个信念都崩塌了 那 我也就不会做事了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 说得好 可是你下一句话可就露去了 遵守规则也不是失败的理由 这个世界上的规则 不是你看到的呀 你的话虽然要在中学上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真诚了 那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又中学生了吧 事情可以用好坏的评价了 要不是老爷子逼问得那么紧 我也不会说出这些话呀 欢迎 欢迎 来 先进来 走 去我办公室 我先不进去 咱们搞出哪儿呢 那个 你去 咱们那会儿高开 你去老爷子那儿聊得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了 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问我喜不喜欢鸽子 最后才问到张龙虎 可他什么也没说呀 话语银行你和陈银行聊了没有 没有啊 他说让我有事找你 别找他 一个个都是甩过去啊 那行 这样啊 我把金额核算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撑下来 行 好 来